MING PAO CANADA IN MING PAO CANADA 有想過 有啊 我們待遇好像滿好的 因為我聽說那裡工作比台灣薪水高 這幾年 入客實在是太不穩定了 東南亞的觀光又已經發展起來了 所以想說去越南試試看 我是倫尼的四個越南人左右組成的團隊 然後因為我跟他們語言不通 所以我們常常溝通上會有些誤會 學校教老師蠻少的 所以就比較難選 會看網路 學一些日常生活的用語 有一搭沒一搭 所以效果不是很好 因為我上班時間常常不穩定 我聽說正大公器中心有開課 可是我住的比較遠 比較懶惰 之前是有搜尋過 可是這方面的資源比較少 所以就好好學到這樣子 其實學越南語並不難的 最難的就是發音 如果同學想要用 Performerful的拼音技巧來學越南語 那是一個最沒有效的一個方法 我記得2006年我到正大開課的時候 真的那時候就有兩位學生 報名上我的課 不過隨著現在 我們的海外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多 然後政府的很多政策的關係 所以現在在公器中心 或是在正大的班班都爆滿的 我也常收到很多中南部的地區的單位 邀請我到那邊開課 但是我真的實在也都沒有時間 那這一次跟Yuta合作 線上越南語課程 除了教導基本的越南字母 拼音發音 還有工作上的生活繪畫外 我們還針對一些特殊的單字 讓同學來認識越南文化 我們還特別設計的專屬講義 單字卡 這個是在外面買不到哦 我們還特別設計錄音作業 那上網課後呢 上傳你的發音 那我們會針對你的發音 來給予指導和建議 幫助同學發音更標準哦 隨著預告人數增加 我會加碼與大家分享 如何應用網路上的影片 精精你的越南語 我也會教大家 詞下越南流行用語 在商務方面 我們會提供 書信專寫基本格式 和實用的句型 讓大家輕鬆來應對 你外部廠商和內部同事的溝通 我也會教大家 如何分辨南北越的口音的差別 以及地方習慣用詞的差異 這門課是目前台灣 最完整的越南語線上課程 希望幫助大家 能將越南語融入生活 好頂利空頭 讓大家更高興